嗨 雪芙 哇 雪芙今天一生的就是我們美春女王的造型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讓我們現在先請我們的攝影大哥來做拍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專科台灣區品牌大使 康雪芙 很開心在這邊跟大家見面 耶 雪芙 我其實一直都很欣賞妳的這個很漂亮Q彈的嘴唇 真的好美喔 而且下面看起來就很飽滿 那我就特別有興趣想要知道說 雪芙我們是從什麼時候會開始知道說 妳要來保養妳這麼漂亮的嘴唇 其實應該是從很小的時候就有意識到要保養嘴唇這件事情 真的嗎 那妳都是用什麼方法 方法 擦護唇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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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 真的 很基本要擦的 對啊 因為 我以為我自己也是 就是擦護唇膏 但是妳都是什麼時候會擦呢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都是無時無刻耶 只要想到的就擦 像是吃完東西的時候 然後在冷氣房的時候 還有睡前 對 睡前我覺得也很重要 而且其實我也有護唇膏 真的啊 對 因為其實我只要看到身旁的人 不管是朋友還是家人 他們只要嘴唇就是乾乾的 然後裂開或者是唇紋很深的時候 我就會趕快拿我的護唇膏出來 然後自己擦 擦完再請她 妳要不要擦一下 這起不是太好了嗎 那應該是大家都很想跟你當朋友 就可以有這樣的福利耶 就會故意嘴巴乾乾的就可以 雪服就會幫妳這樣擦一下護唇膏這樣 好 那既然我們了解了雪服呢 其實無時無刻都會喜歡擦護唇膏嘛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小秘方 有秘密武器嗎 我的秘密武器就是 寶石專科新推出的 坦潤護唇膏跟坦潤護唇精華 真的 因為我知道其實啊 你今天既然升為我們這一次 台灣去的品牌大師 這個商品應該是很久之前就已經有了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我覺得這樣帶人的好處就是 可以很提早的時候就拿到新產品 對 那這兩款產品呢 它可以幫助唇部 就是做好最重要的步驟 先補水 補水 再鎖水 所以妳自己的話 因為這次的兩款 我們就是有護唇膏 然後以及精華液 那妳說的 先補水的部分是 先擦護唇膏囉 對 然後再鎖水 就是再擦精華液 沒有錯 喔 那有沒有什麼一些 妳自己本身 自己獨特的小提示 可以分享給我們 小步驟 像是在睡 睡覺之前 對 會使用 就會擦厚厚的一層精華 喔 對 把它當作唇膜一樣 是 然後保養 嗯 那還有就是平常在上妝的時候 因為其實有時候都會擦唇膜 對對對 對 那除了擦護唇膏之外 就會把唇膜 精華在唇膜裡面 喔 然後一起使用 很滋潤 這一招我倒是第一次聽到耶 就是說 雪芙妳會用這次的這個 痰潤的精華液 然後再加上妳本身的唇膜 然後這樣子一起把它mix在一起 然後再擦 對 所以妳現在有使用嗎 有就是嘟嘟的感覺 哇 難怪 妳現在的嘴唇就 真的很漂亮耶 超級飽滿的 很有水分 好那這樣子我們就了解了 原來雪芙呢 是用這樣子的方法在保養妳的雙唇 才能有這麼豐滿 這麼漂亮 Q彈的美唇 那雪芙 我會現在這邊啊 有一個小遊戲 想要跟妳來玩一下 分享給妳 嗯 因為剛剛聽到啊 妳說 妳特別呢 如果看到身旁的朋友啊 或者是 就是 跟妳不錯的朋友 如果嘴巴啊 就是乾乾的 嘴唇乾乾的話 妳就會忍不住的幫她擦擦護唇膏 沒錯 現在呢 我這邊就是有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其實上面妳可以看到有四位男星 是男星喔 他們都是國際巨星 妳可以仔細看一下 這邊有ABCD這四張圖 然後呢 我們就是要讓雪芙來看一下 這四張圖 妳覺得哪一個圖片的這個男星的嘴唇 是妳最想要好好幫她保養一下的呢 呃 我覺得這 這圖看起來 對 呃 我會選擇 C 妳會選C喔 對 C的這個嘴唇 妳覺得是 因為連ABD都 有一點點光澤 喔 對 可是C的話它是完全沒有光澤 感覺就是很乾 對 其實雪芙已經客氣了 沒有光澤的話其實就是 俗稱的暗沉啊 老化的現象已經有一點出現了 而且呢 四位男精其實在上面 可以看得到 嘴唇上其實都有唇紋啦 沒錯 所以其實不只是啊 我們女性沒有懂得要做一個 唇部的保養 其實呢 男生也是很重要的喔 是嗎 好 所以呢 我選不選的是C的這個圖片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C的這個圖片 到底是哪一位國際巨星啊 好 請揭曉 哇 是雷神索爾耶 索爾喔 妳選到的是索爾 那OK 今天索爾是妳的朋友了 好的 感覺好像有點開心 超開心 對 成為了索爾的朋友 但是索爾很Sorry 她的嘴唇呢有點 很乾 對 欠保養 那這個時候妳要怎麼幫她 怎麼幫她用呢 我覺得我會送她 財潤護唇膏跟財潤護唇精華 真的 然後就說欸我可以幫妳擦 喔對 這時候就是馬上選服就可以說 來我幫妳用這樣子 對還教她怎麼保養 真的 好 所以啊 今天的這個遊戲呢 我們也了解到了 雪佛呢 她除了就是 自己的朋友 懂得會幫她們保養之外 大概也可以看得到說 哇其實呢 妳也是很在意 就是身邊朋友們 大家其實 所以說呢這個保養也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好 了解了 那我們很謝謝雪佛 為我們做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